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颗天涯的卡特兰终于长花苞了 这颗卡特兰是属于大株的 有点像婆婆 就是雷利亚兰的杂交品种 这个是第一次在我家长花苞 是前年拿回来的 前年我朋友送给了我好多好多兰花 因为她在这边加养的时候 天气太冷了 然后她那个阳光黄有点漏水 结果呢,很多兰花都失掉了 卡特兰要开花,必须要这个梗长得高一点 大一点 你看以前的这些都瘦瘦的 而且她开完花,这个老梗等于没用了 她除了会缓止作用以外,就没有用了 这卡特兰我是放在室外 然后呢,她是 几天吧,就是说很热的时候我每天浇水 不行的话我就是两三天浇一次水 直接用水龙头的水喷栽而已 我这边的兰花都是一样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明食物今天长得特别好 这个也是我朋友给我的卡特兰 她本来今年呢,这个是有长一个花苞的 结果呢,我去泰国旅游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她的花苞已经卸了 好像被虫咬了,不知道是被地鼠 松鼠还是地鼠咬了 反正就是没成功了 像这一棵我看看能不能成功 这是另外一棵 卡特兰要开花了,这个不能扁扁的 像这种扁扁的一定不能开花 像这种厚厚的 我呢,几乎上呢,没怎么撕毁 就是,偶尔呢,撕点固体毁 或者酵素毁 因为在外面我都是随便有水龙头 冲而已 这个呢,在室外 它,阳光没有直接晒到 可是是在室外 因为我二楼刚好可以挡住这个阳光 等到它开花的时候呢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等会儿呢,给它洗一洗 因为这边有很多蚂蚁 我就会用水冲一冲 然后拿到室内去 好,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